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宋忠平 今天是个大日子 改革开放40周年 我们总是说 这40年是摸着石头过河 究竟如何 今天的天明焦点 我们就谈一谈改革开放40年 天天投票 我们关注改革开放40周年 纪念大会 今天是改革开放40周年 那么纪念大会正在举行 我们先来看环球时报英文版 有一个标题 叫New Challenge Await 也就是改革开放没有终点 未来的挑战将更加艰巨 我们再来看人民日报 有一篇社论 在新时代创造新的更大的奇迹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澎湃有两条消息 习近平提出近代以来实现 中华民主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 首先是建立中国共产党 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三大里程碑之一 另外习近平就指出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 可见对改革开放的历史定位 是相当之重 再来看联合早报的一条消息 改革开放40周年庆祝大会 百余人获颁改革先锋奖章 还有实为外籍人士 我们来看RT就指出 中国可以说在过去40年 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7亿人脱贫 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成绩 还有关于改革开放的相关消息 来自于南华找报 就是中国现在的改革开放 坚持走适合于自己发展的道路 恰恰是改革开放 取得辉煌成绩的重要来源 再来看关于香港和澳门的一些消息 习近平就鼓励香港和澳门 要抓住机遇 不断地来发展自己 那么国家的一些战略机遇 也要尽可能地去抓住 这是来自于China Daily 再来看还是有关港澳的相关消息 经济日报就指出 习近平赞赏林郑勇于担当 积极作为 尽管现在香港的经济下行风险比较大 但是要做好严阵以待 另外习近平就称赞林郑 治不求习 事不必难 淫囊而上 这就是一个改革的象征 再来看大公报有关消息 习主席会见崔世安 赞场澳门完善维护国家安全体制机制 安全可以说是一国两制的核心要素 再来看星岛日报 李克强 香港的单独关税区地位是来之不易 要想办法维护好 利用好 另外大公报也指出 李克强勉励要抓住 新一轮的改革开放的机遇 以香港之所长 对接国家之所需 不断提升综合竞争力 对于香港 这就是难得的机遇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条消息 改革开放40年 香港流行文化的深远影响 我们这一代的人都能感受到 香港文化 包括电影 包括电视剧 音乐所带来的巨大的冲击 可能有很多人 我的同龄人都会感同身受 再来看台湾的旺报 长江运量成长六十六倍 世界内核排第一 这确实也是改革开放 40年来所取得的辉煌的成就 经济忧虑停摆威胁 美股收市 狂卸507点 我们看 道指现在又稳不住了 这是来自于经济日报 华尔街日报 特朗普再三施压 呼吁联储停止加息 那么索罗斯 爱图也是呼吁储局 要停止加息 包括纳瓦罗也破例的帮枪 通过这种方式 不断地干预美联储的工作 确确实实在美国历史上 也是不多见的 这是来自于信报和明报 全球贸易 美国抨击中国的贸易政策 表示将引领WTO的改革 换句话来讲的话 如果WTO的改革 不能代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这个改革是失败的 另外呢 南华早报就指出 中国在谋求新的选择 也就是取代美元的霸权 中国连续五个月减持美债 联合早报 那么美债也好 欧债也好 都是中国外汇的一种选择 再来看文汇报 特雷沙媒200亿部署 无协议脱欧 也就是硬脱欧 而且特雷沙媒是非常非常反对 二次公投 当然呢 作为特雷沙媒来讲的话 他就说把脱欧协议 还是交给国会来表决吧 究竟事成还是败 我说了不算 由国会来说的算 这是信报 那么我再来看英国首相 反脱欧二次公投 僵居难解 那么作为特雷沙媒来讲的话 实际上把脱欧这个事情 作为自己的政治豪赌 还有呢 就是四种脱欧民意对打 六成英国人希望现在就解脱 无论你脱不脱欧 你至少不要再去跟欧盟争治了 这样的话会非常的麻烦 当然还有一类人呢 就是要坚定的脱欧 还有一类人呢 就是以前是坚定的脱欧 现在认为还是不脱了吧 二次公投的话 他一定会投反对票 不希望去脱欧 好了 天天服饰会 我们精彩继续 走四方 路条条水长长 迷迷茫茫茫 一春又一桩 看斜阳 落下去又回来 地不老天不荒 岁月长又长 走四方 路条条水长长 迷迷茫茫茫 一春又一桩 看斜阳 落下去又回来 走四方 路条条水长长 这实际上就是中国改革开放 40年的一个真实的写造 也就是改革开放不可能有坦途 都是艰辛 如何能够攻坚克难 就是未来改革开放 我们所需要面临的重大的考验 好了 广告之后继续读报 天天速报 我们关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我们首先来看经济日报的一条消息 中金会稳经济或加码出招 那么实际上它出的招 第一个就是要想办法扩大内需 刺激内需 另外就是要减税 降费 这实际上是为了减轻企业的相关负担 那么会议的核心的议题就是什么 就是要刺激经济的快速增长 这实际上来自于China Daily 我们再来看台湾的旺报就指出 中国大陆明年将扩大减税 刚才已经提到了 估计将会有1.5万亿人民币的减税计划 同时要加大地方发债的额度 实际上作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两大核心 再来看还是说发债的事情 来自于香港的新报 明年地方债船将会提前发行 那么规模呢 刚才已经提到了1.4万亿 这是有助于地方的经济发展 经济日报有一条消息 深圳将向东建新城 深善合作区将登场 它的东边是什么呢 我们看得出来 实际上就是善围和善头 深圳的发展由于地方比较小 所以已经受限 如果深圳和善头能够合作的话 对于整个经济发展来讲的话 肯定会起到非常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再来看一下孟女士的世界 孟晚舟世界严重打击全球化的经济 确确实实 那么有一些国家不怀好意 对华为不断地进行制裁 发了各种各样的禁令 这对于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 只可能是开了倒车 这是来自于大公报 另外一方面的话 美国加拿大自虚是守法 抓捕孟女士 实际上中国外交部就已经指出 这是现代版的皇帝的新衣 是最大的谎言 联合早报 我们再来看华为 针对孟女士的事件 华为或许会改变自己的策略 也就是减少危机公关的方式 更多的要聘请律师 来打一场国际官司 相信这个事情一定会水落石出 还孟女士清白 华尔街日报 再来看陆委会主党 陈云林取消和连战会面 因为什么呢 害怕恒生皆知 实际上作为陆委会来讲的话 有些太害怕了 两岸交流肯定是好事 怎么可能会出现其他的恒生之节呢 这是来自于中国时报 还有台湾的旺报 双城论坛签署三协议 周波访台定主调 周波是上海常务副市长 而且在访台的过程中 将会签署一系列的合作协议 扩大双方之间的交流 网报 再来看中正纪念堂转型 逆彻仪仗 仪仗对 这个来自于信报 可能大家再去台湾 去中正纪念堂的时候 就看不到这样一个仪式了 还有就是促转会需要的是 除威权锁定中山纪念堂 还有抄币 那么新台币将去奖化 成本至少300亿 实际上这都是去中国化的一种体现 来自于中国时报 再来看一下联合早报 有这么一条消息 美国智库公布 2019年全球区域冲突 那么台海危机首次列入调查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在中国周边至少有三个热点 另外在中东也有很多的热点 那么也希望2019年天下无战时 再来看一条大消息 好消息 山东挂名战舰将有两区五户 一航母 可单挑一中小国家的海军 这里边专门指出 我们第二艘航空母舰 将会命名为山东号 这就是最大的消息 另外中国全新组合型发动机 实验成功 具有独特的优势 也就是涡轮发动机 火箭发动机 冲压发动机 三合一 可以实现未来空天飞机的动力需求 再来看还是来自于新浪 日媒就说 中国军费20年来猛增12倍 战机数量是日本的3倍 他就不考虑一点 中国的国土面积 比日本要大得多得多 另外福克斯新闻就指出 美国现在根本就无力抗衡 中俄发展的高超音速导弹 那么美国打造全球反导体系 恰恰是打破了军事平衡 所以中俄做一点事情也是正常的 再来看关于军事方面的消息 还是来自于福克斯新闻 特朗普现在希望尽快签署 命令主建天军的司令部 也就是打造天军作为新的军种 再来看 日本防卫预算将连续7年增加 而且高速滑翔弹 计入了139亿日元 要研制高超音速武器 这个还是日本准备购买导弹 射程直攻北韩 其实他说的并不准确 这个英文版里面说 指的就是可能瞄准的是中国 为什么说中国的导弹射程太长 日本的导弹的射程 只有100到200公里 而中国的射程 已经达到了300公里以上 所以他瞄准的恰恰是中国 联合导报 再来看另外一条消息 信报 特朗普兼具亲自接受通俄查问 因为现在有很多迹象都表明 确确实实 特朗普有通俄的嫌疑 包括有报告就指出 科技公司隐瞒俄罗斯 干涉美国大选的程度 看来干涉的程度 应该是比较大的 再来看沙特反驳 美国参议院对卡舒吉案的 一个决议 也就是认定是王储 谋害了卡舒吉 再来看 俄罗斯表明不会与乌克兰开战 这个已经表明一个非常坚定的立场 俄罗斯不会打第一枪 但是不是乌克兰如果挑衅的话 俄罗斯就可要动手了 这是来自于联合早报 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 俄罗斯现在还是在克里米亚 不断加强军事部署 尽管不打仗 但是军事准备还是需要的 再来看一条消息 来自于信报 宗教分裂意味着俄乌仇恨加深 确确实实 宗教也是政治的延伸 既然政治不忽信 宗教也成为其中的受害者 联合早报 好 俄罗斯在南千岛群岛建新军营 昨天还说在南千岛群岛问题 也就是北方四岛问题上 和日本会谈 今天又建新的军营 相信日本对这个消息 非常非常的不感冒 非常非常的震怒 再来看 俄罗斯的战略火箭军司令就指出 俄战略火箭军为应对美国 退出中岛条约再做先行的准备 俄罗斯的战略火箭军 是以何为主 未来不排除何尝兼备 另外呢 俄罗斯也表现出姿态 就是我还愿意跟你们去谈 谈什么 谈中岛条约 谈斯社 美国想向印度出售22架无人机 印度官员说我只买一半 死神无人机太贵了 一架无人机一亿 还不如买中国的无人机 这是三国演义 也就是俄罗斯 印度和美国 在印度洋关于海洋问题 关于地缘政治 不断地在进行博弈 这个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美国坚定的 支持北约的成员国 也就是波斯尼亚 那么反对的是谁 反对的是塞尔维亚 再来看一条消息 就是苏丹总统首次访问 访问哪儿啊 访问叙利亚 那么这个是叙利亚开战之后 首次有阿拉伯的领导人 访问叙利亚 那么这里面就体现出来 一个问题 就是俄罗斯和苏丹之间 其实还有很多千色万缕的联系 通过这一次访问 恰恰反映出来 他们俩之间的关系 还是比较明确 再来看一下挪威海军 拆除沉没军舰的导弹 保证后续打牢工作 能够顺利地开展 还有一方面的话 就是高盛卷入马来西亚的案 那么面临远超257亿元的重罚 所以做生意 还是要讲究个规则 再来看一点 就是波音逆购 这个是巴西的一家航空公司 那么这个航空公司的估值 可能会升11% 而且这两家公司将会联合研制一款飞机 叫KC390KC 就是加油机的意思 也就是收购这家飞机 制造公司 是为了占有更多的市场 再来看 罗马教皇或于明年年底访问核爆地 也就是广岛和长崎 准备访问日本了 共同网 还有呢 将对苹果 谷歌等互联网巨头征收 GAFA技术税 GAFA实际上就是代表的是苹果 谷歌 还有亚马逊 还有Facebook 马尔代夫向印度靠拢 获百亿的裁员 看来印度在拉拢 马尔代夫 柬埔寨最大水电厂启用 将会产生更多源源不断的电力 来自于联合报 新研究发现17颗小行星存在水 这个是谁发现的 日本的天安门卫星 联合早报 那么新加坡的同志聘代母禅子准领养 这确实也是同性恋的一个巨大的进步 相信有些人会很高兴 新报 东京站的扶手梯是行起定定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要一边是上的 一边是大家站的不动的 也就是实际上两边 作为电梯来讲的话 两边都不要动 这样的话对电梯的安全 将会带来极大的好处 这是来自于文汇报 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共享单车的一些消息 OFO大楼人山人海退什么呢 退押金 信报 再来看 霍建奎基因试验注册申请 被驳回 信报 还有呢 这个是所谓世界小姐的选举 最后是菲律宾的小姐 拔得了头筹 南华大报 那么香港的 出点事 什么呢 就是澳大利亚的一个部长请辞 为什么呢 这个人跑到香港去偷食 找了一个三陪女 这是来自于文汇报 非常非常的不检点 还有呢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小鹿班比 有一个人杀了一百头鹿 结果把他判罚 就是要看这个动画片 看 平凡的看 没完没了的看 就是要让你明白 保护动物有多么多么的重要 福克斯新闻 今天的环球时报 我们有一条消息 爱吵架的夫妇活得更久 并不是相敬为宾 才活得更久 那么这里边有个前提条件 就是要势均力敌的吵架 不能是一个欺负一个 否则另外一个活得也未必长 好了 天天焦点 我们一会儿再聊 今天是改革开放40周年 也是一个大日子 我们来看其中一条消息 习近平就为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 勾画了蓝图 那么过去40年 走得非常非常不易 那么未来的40年 以及更长的时间 中国改革开放 将会走得更加更加的辉煌 我们今天的观点 改革开放40年成果辉煌 这实际上也表明了 中国过去的改革开放 也是取得了非常非常大的成果 就在今天早上 习近平主席在大会上 就提出来三个里程碑的概念 也就是中国建国以来 包括共产党建党以来 我们取得了三大里程碑 首先就是建党 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建国是第二个里程碑 第三个里程碑 就是改革开放和建立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实际上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 对于让老百姓能够从过去的贫穷落后 走向富裕 这确确实实是难等可贵 我们也知道 这四十年来七亿人脱贫 这可以说是在世界范围内是不多见的 甚至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在改革开放 解决了大家的吃饭问题 穿衣问题 让大家能够奔向小康 这确确实实难能可贵 作为70后的我 也是感同身受 从小的时候 相对来说 家庭不是那么富裕 到现在越来越好 这就是改革开放 带给我们的巨大的成就 那么习近平主席恰恰是为改革开放 把了脉 说了问题 另外也展望了过去发展的一些情况 以及未来发展的一些展望 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改革开放是没有终点 只是个进行式 永远不会有完成式 而且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将会越开越大 这个实际上 中国国家领导人 已经多次在各个场合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包括改革开放和世界的经济发展 和世界经济一体化 是息息相关是分不开的 所以的话 中国鼓励多边贸易体制 鼓励自由经济发展的模式 恰恰也是希望中国的经济发展 和世界的经济发展 能够相互之间融合 能够相互之间促进 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大门是永远不会关闭 换句话来讲的话 中国的改革开放受益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世界经济的发展 也会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予极大的帮助 双方之间是互利双赢 所以中国未来在很多问题上 将会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 也会让更多的国家参与中国改革开放 来享受中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的红利 所以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走到今天 确确实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我们今天有这么一个事情 改 改革开放的改 只有改才能变得更好 只有改才能让老百姓享受更富裕的生活 改革开放走到今天 让老百姓享受到了巨大的实惠 这就是改革开放辉煌的成果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宋仲敬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